承教署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大約55億 重建荔枝國收押所 包括引入自衛監獄的元素 在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上 有議員關注是否可以精簡人手 承教署聘用新入職的同事是最困難的 當然有些元素是可以取代了我們過往人力的舉例 譬如我們的巡查 我們可以考慮用機械印的巡查 但有些人手是不能減省的 譬如我們用智慧系統發現了一些我們需要處理的事情 我們都是要承教人員進入籌室或者籌倉去處理 新益起好了之後它一共有800個 即是多了一倍 但我們人手方面只是加了50%